在海外居住、工作或就讀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必须申请BNO护照 外地及本港的截止申请日期是一样的 海外申请人无需专程返港 他们应向就近的英国护照办事处递交申请 申请表格 我向该等办事处或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杀取 如果你有亲友在外地 请通知他们有 香港的英国护照 如果他们愿意继续使用英国护照 除了1997年 只在特别的情况下 will an application made after the final date be accepted 按照片段 按照片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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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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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 除非因特殊情况 否则过期申请将不会受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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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居住工作或就读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必须申请BNO护照 外地及本港的截止申请日期是一样的 海外申请人无需专程返港 他们应向就近的英国护照办事处递交申请 申请表格可向该等办事处或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杀取 如果你有亲友在外地 请通知他们有关的安排 按罪分期申请BNO护照计划现已实施 在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要在94年3月31日之前申请BNO护照 合资家人士余未能在限期前提出申请 在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 除非因特殊情况 否则过期申请将不会受理 按罪分期申请BNO护照计划现已实施 在1967年至1971年出生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要在今年10月30日之前申请BNO护照 合资家人士余未能在限期前提出申请 在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 除非因特殊情况 否则过期申请将不会受理 按罪分期申请BNO护照计划现已实施 在1972年至1976年出生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一定要在今年10月31日 或之前申请BNO护照 合资家人士余未能在限期前提出申请 在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 除非因特殊情况 否则过期申请将不会受理 1977年至1981年出生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一定要在1996年3月30日或之前申请BNO护照 合资家人士余未能在限期前提出申请 在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 16岁以下儿童的申请 必须由该儿童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办理 在海外居住、工作或就读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 如果想在97年之后 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就必须申请BNO护照 外地及本港的截止申请日期是一样的 海外申请人无需专程返港 他们应向就近的英国护照办事处递交申请 申请表格可向该等办事处 或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杀取 如果你有亲友在外地 请通知他们有关的安排 香港・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s staying, working, or studying abroad who wish to apply for BNO passports must observe the same cut-off dates as scheduled for local residents if they need not return to Hong Kong to apply they should se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the nearest British passport office application form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ose offices or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f you have relatives or friends overseas please inform them of the arrangemen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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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